首先在今集開始之前想佔領大家十多秒的時間 去好好地多謝這間公司 LRT We Are Ready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我現在的人在台北都好 他們都真的完全沒有忘記過我 依然是持續地跟我合作 因為其實數數手指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個產品 已經是我跟他們合作的第三年的 不知道第幾個產品 可能第六個 所以我真的很多謝他們 也因為在前幾條影片 我多了很多台灣的觀眾去支持我們 所以也首先在這邊跟各位台灣的觀眾說一聲謝謝你們 如果你們也同樣喜歡就是科技生活類的產品的話 記得要支持我的影片 好啦 首先呢 今天這條的影片會是我第一條來到台灣新屋新設定 所拍攝的開箱和評審影片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些你的看法 對於這個setup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 歡迎給我多一點意見 我會逐個看 還有會真的去進步的 好啦 那廢話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相信有不少的觀眾 其實都是因為我之前開箱 Amazfit T-Rex 和T-Rex Pro的那條影片而認識我的 上兩款的手錶都比較偏向一些運動風格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個產品 就是融合了這個時尚和科技合意為一的智能手錶 Amazfit GTR 3 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如果你都喜歡看一些好好生活的好產品 科技的產品 相機鏡頭的評測和街拍紀錄 或者是我現在即將在台灣展開新生活的一些紀錄的話 一定要Subscribe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小鈴鐺 你步步地按一下 並且將所有的通知設定為全部 我身邊發布 李師傅第一時間知道的 好啦 那根據我們的傳統 首先都是和大家一起開箱 今天要和大家開箱的是Amazfit最新推出的GT-R3 打開了外層的盒子之後 裡面再有一個白色的盒子 Logo轉了新Logo 抽出盒子之後 就會看到我們今天要開箱的GT-R3的本尊 整個手錶抽出來 左右兩邊各有一個裝有配件的盒子 我們稍後再看它 首先看了手錶的部分 試開引有這個Up Your Game的膠幕之後 我們隨即就會見到GT-R3的螢幕 打開了就會見到 今次他們使用一個自家開發的ZappOS 也不要忘記要試開底部BioTracker的保護膠幕 否則你的運動監測就會不完全 今代都加入了一個可以旋轉的錶冠設計 跟手看了兩個配件盒裡面是有什麼 首先打開這個配件盒 就有一個黑色的充電線 大家要記住 這條的充電線專屬是給GT-R3 其他的舊的GT-R2 或者T-Rex那些是用不到的 而另一個配件盒的部分 打開它就會見到說明書 我們今天開箱的部分就是這麼多 首先就外觀來說 GT-R3它的外殼整體設計 都是非常簡潔和利落的 錶面就是採用了這個弧形的玻璃和圓形的設計 配合了這個毛邊框的設計 而錶面的框框是會有少少黑色的內框 有一個錶的黑度時間的黑度在這裡 螢幕方面就是採用了1.39吋的圓形的AMOLED HD 螢幕的佔比就是66% 所以都算是一個比較大錶面的設計 時間和那個Message來到 你都可以一目瞭然看得到 也都配搭了這個舒適的抗菌直膠錶帶 本人就實測試過帶過去來做運動 以及做一些力量的訓練 流了很多汗 但是這個錶帶是不會發臭的 就是我很害怕那些臭膠錶帶 我說過很多次 它是不會的 所以不管你是平時做運動用也好 或者你在休閒上班使用也好 都非常OK的 而整體上手的觀感 都是走向一個比較簡約風 所以是非常之好配衣服的 而GTR3它的錶框 都是使用了一個輕巧耐用的 航空級旅合金而製成的 的確拿上手是輕到爆的 就是你帶上手 其實不是很在意到 你的左手是有戴手錶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是比較輕巧和方便的 如果你想看重量的話 整隻手錶連著Builder的重量 只是重49.2克而已 但不到50g 所以它是真的很輕的 亦都配有一個可以旋轉的錶管 你在看訊息或者健康招的時候 你直接轉動它的錶管 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實在的操作 因為你每轉一下 它都會有一個輕輕的震動 去提示你在動它 在轉動中 所以比起在營幕上 直接滑來滑去 其實感覺是更加實在的 在使用體驗上來說 錶盤的選擇都比以往多了很多 只要你下載了Zap這個APP之後 Zap這個APP 只要你下載了Zap這個APP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有很多不同錶面設計的選擇 提到錶面 其實真的要提一提一件事 就是GT-R3 它一樣是有一個 常量螢幕 持續量螢幕的功能 Always-on Display 而在不同的錶面上 亦都會有一個獨特 針對Always-on Display的一個動畫設計 或者一個錶面的設計是不同的 針對每一個錶盤 都有不同的Always-on Display的樣子 所以大家又可以 去慢慢選用一個大家喜歡的錶盤 就像我現在這樣 我現在是用一個機械錶盤 只要我頂一頂它不動一會 它就會變成一個 好像夜光式的一個錶面 就像我們戴機械錶 你會在一個 晚上亮起來的一個錶面前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都幾貼心的 就是有花心思在設計上 而之後呢 甚至你可以透過它自家開放的APP 一個開發工具 自行設計你喜歡的錶盤 所以這個換味性是越來越高的 其實我個人是挺期待這個功能的 所以希望快點可以試玩得到 好啦 外在方面都說得差不多 是時候說說它的內在了 GT-R3它這次使用了 由Amazfit自家去設計開發的 一個叫做Z.OS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很期待它之後 這個APP這個OS會變成什麼樣子出來的 很期待很期待有些新的APP 去開發出來 雖然就目前來說呢 GT-R3它不可以透過手錶 直接去回覆Message的 或者是講電話之類 但是我用了Apple Watch 都說是好幾年的時間的 我用它來覆覆Message 和打電話的次數呢 一隻手就可以數得了 所以到底這個是不是一個 很必須的功能呢 我覺得不完全是 可能針對有些公眾的朋友 是都未定 但對我個人來說呢 就不完全是的 所以我覺得一個智能手錶 我們說Smart Watch 它的重點的功能 其實都是在 或者各大品牌 都比較著重於運動健康這件事上 這一代的GT-R3 它跟T-Res Pro 是一樣擁有測量這個血氧的功能 並且多了一個全新的測量方式 就是叫做四盒一健康測量 What is this呢 這個其實歸功於BioTracker TN PPG 3.0的 生物追蹤光學感測器 令到GT-R3 它可以在按一個按鈕 並且在45秒之內 就可以檢測到 心率 血氧 壓力水平 以及呼吸頻率 四樣東西 GT-R3 亦都是提供一個 全天候監測心率的功能 即使你正在游水都可以用 是說你正在游水 都可以detect到你的心率是多少 這件事是不錯的 亦都同時間配備了心率警報功能 所以你可以全面追蹤到 你這個心臟的健康 以提高到你的運動質素 亦都可以買來送給長輩 即是可以隨時監測到你的心率情況 有以上可以立即提醒你 是不錯的 畢竟我相信老人家 老一輩 大多數都不會使用智能手錶 去回覆 或者說電話 是不是 GT-R3 GT-R3 亦都有一個叫做睡眠監測的功能 不思油至好 一試 心都怕一怕 因為我試過帶來睡覺 他告訴我 那個成績真的會嚇到我的 我竟然在八小時的睡眠時間裏面 我只有兩個小時 是有深度睡眠的 我的睡覺質素會不會太差 難怪我常常起床 好像沒來精神 即是你可以trace得到這些原因 GT-R3 是可以監測到 你不同階段的睡眠時間 例如我剛剛提到的淺眠 或者是深度睡眠 甚至乎你快速眼睜一睜 它都會detect得到 但這個熟真熟假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沒理由可以知道 我自己有沒有眼睜 對不對 除此之外 它都可以識別到 你到底是真的在晚上真的睡覺 上床睡覺 還是你五間的時候 take a nap 可能睡20分鐘等等 這些它都可以define得到 或者你清醒的時候 它都知道 同時當然可以監測到 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呼吸質素是如何 如果想看這些睡眠的資料 你當然可以在手錶那裡 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或者你可以用SAP的APP 就可以看到一個全的資料 但當然這個不是一個醫療的儀器 它只不過是一個參考的數據 讓你可以更充分的了解到 你的身體狀況是怎樣的 但記住它真的不是一個醫療的儀器 所有的資料大家參考就OK 同時它都加入了一個叫做 月經周期的追蹤 我暫時還沒實測得到它 到底這個預測是準確的 還是不準確的 因為呢 一個驚奇的紀錄來使用 我個人都覺得是一個不錯的功能 因為我之前就沒有試用過GT-R 或者GT-R2 所以你說它整體的操作上面 有些什麼大躍進 大改進 有沒有進步這些呢 我沒有辦法可以很全面地分享給大家知道 但如果你說跟T-Rex比起來的話 它整個操作感覺是Smooth了很多 因為它的螢幕是跟Apple Watch第七代一樣 是使用326ppi 所以你整個的操作流程會非常Smooth 我相信如果你是GT-R 或者GT-R2的用戶 你是很容易就發現到 你的操作感覺的流暢度 是有一個很大的改變的 而在GPS上面 它的定位是更加快速的 我覺得很適合一些喜歡行山 或者跑步的朋友去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次是使用了5個衛星定位系統 去做它的GPS定位 所以是可以有一個更快 以及更準確的進步 而在運動紀錄上 同樣都可以跟Striva Relief 或者Rank Keeper 等等這些App 去做一個同步 因為我自己就不喜歡路跑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試這個功能 但我相信如果是針對喜歡跑步的用家的話 我剛剛以上講的一些App 你應該都不陌生了 它是可以升得到的 雖然我就不喜歡路跑 但我喜歡做Gym 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有戴這隻手錶 去做重量訓練 以及去做Cardio 你很簡單 你可以透過手機的Zapp App 你可以查看你所有的運動紀錄 它還會提醒你 你做的這一套運動 你需要花多少的時間 去令到你的肌肉去recover 這些它都會分析給你知道 而同時間它都很像T-Rex Pro一樣 一旦你進入了這個運動模式之後 你就不可以隨意回到主要畫面去進行其他操作 我個人就覺得這件事是ok 不可以說是一個缺點 畢竟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不會一直都用你的智能手錶 不停地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是還好的這個問題 而它針對在重量訓練的時候 都跟T-Rex Pro一樣 即是你在重量訓練的Mode的時候 你按一按按鍵 它就會進行一個休息的計算 按一下它就會開始計算你的休息時間 你再按一下它就會是 除了你的休息時間 繼續去計算運動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方便的 但如果你之後呢 是可以給用家在設定上面 自行去自定義 你休息的時間的長度的話 夠鐘它就會用震動的方式提醒你 然後你就可以 再按一按繼續去做運動 我這樣覺得會更加完美的功能 同時間它都可以用語音指令 但是它就不是很聽得明白 這個中文和廣東話 暫時都是以英文為主的 我覺得情有可原的 畢竟它的ZepOS是一個剛剛開發的OS 我相信它還有一個很大的進步的空間 而且我也很期待它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進步 電量來說 我的手錶在我收到之後 我就沒有充電直接用 用了四天之後 當時是50% 用了四天之後就有33% 所以我覺得它的續航力是挺厲害的 是真的挺厲害的 所以官方的資料是說 它完全充電之後 是可以連續使用21天這個數字 我覺得是可信的 當然你自己要 Depend你開啟的功能 譬如我開了Always On Display 它的電量會打設扣 如果你是用Honey的模式 其實你是會超過有一天的使用 就Depend你怎樣用 我開了Always On Display 其實再加上我每個星期會做三次Gym 做Cardio大概總共會做兩個小時 一個星期之後 其實我Full Charge之後 還有66%的電力 我個人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非常可以接受 非常合格的成績 那缺點來說 嗯… 那缺點來說 我希望它可以跟多一條英俊一點的錶帶 因為直膠錶帶看起來的確不夠英俊 再來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些功能 它的文字在顯示上面 會是簡體字來的 就…就是這樣 缺點就…都沒什麼了 總括來說 一隻不用1300元可以買到的智能手錶 可以做到醫生的功能 有血氧、心率、GPS這些功能 那市面上應該都幾難找到對手了 我覺得 那重點就是它很有質感 很英俊 我手上這隻黑色 很好襯衣服 表面又夠大 反而又夠快 那…所以我覺得是… 這個價錢都沒什麼好選擇 好了 那今天介紹的GT-R3 我會將它的產品連結放在下面的info box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進去下面的產品連結 多多了解 最後 大家記得一定要理性消費 有需要購買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大家喜歡暴力的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小鐘 暴暴力的幫我按它 並且將通知set做全部 我順便發佈 你才會第一時間知道的 順便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instagram上 都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試用 或者我在台灣生活的點滴 會首先透過story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以及之後會有台灣的街拍 都會透過instagram的方式 首先跟大家分享 這集就這麼多 如果大家對於我這個set 有什麼意見 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需要大家的意見 令到我可以將整件事做得更加好 就是這樣 祝各位生理健康 開開心心 下集見 拜拜 殺死 辣 艙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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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